大家好,我是阿倩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谁能想到把饺子皮放进滚烫的油锅里面 出锅就是一道大人孩子都爱吃的美食 以后家里吃不完的饺子皮 可千万不要扔掉了 像我这样做一个家庭版的沙奇马 酸甜酥脆,美味又解馋 味道真的一点都不比外面买得差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 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准备两块钱去年吃剩下的饺子皮 把饺子皮给它整齐叠放在一起 先切成宽度一厘米左右的长条 再给它转过来 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小方块 切好 用手给它抖散一下 防止粘连在一起 然后装入盘中备用 另外我们准备一个碗 放入一把红枣 一把葡萄干 再加入一勺面粉 然后用手抓拌均匀 让每一颗红枣和葡萄干都裹上一层面粉 再倒入一碗清水 给它清洗干净 因为红枣和葡萄干的表面 有非常多的泽咒 加入面粉清洗 能吸附掉泽肉里面的灰尘和杂质 这样清洗得更干净彻底 用清水给它多清洗几遍 清洗干净 再放入另外一个碗中 控干水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把剪刀 把红枣剪成小块 把枣盒给它去掉不要 处理好之后 再加入一把熟花生 一把花子仁 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添加任意的水果干 把锅烧热 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 像这样 把筷子放进去 冒密集的小泡泡就可以了 也可以扔一块饺子皮下去 能迅速的漂浮起来 就说明油温已经够了 然后再把切了的饺子皮 一把一把的撒开来 给它下入锅中 炸至饺子皮全部漂浮起来 全程大概炸两分钟左右 炸至饺子皮表面微微花黄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再用漏勺 给它捞出来控油 这个时候的饺子皮 已经非常酥脆了 非常的好吃 接下来我们再另起锅 不用放油 加入一小碗清水 再加入适量的白糖 白糖的量 可以根据自己能接受的甜度 放多放少 开中火边熬边搅拌 先将白糖熬至大泡 再熬至冒小泡泡 最后炒至变色 像这种有点拉丝的状态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转小火 把饺子皮和果干 全部加进来 再来一把黑白芝麻 全程小火 不停地给它翻炒 炒至感觉到 非常的粘稠 微微拉丝的状态 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准备一个模具 撒上一点黑白芝麻 然后再把炒好的饺子皮 全部倒进来 用我家丈母娘的擀面杖 迅速地给它压平 压紧实 然后给它常温放凉 放置20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像这样 20分钟后 我们的烧气芒也放凉了 给它切成 自己喜欢的形状 我们也可以直接在盘子里面切 这样就不容易散 哇 看着真的是非常有食欲 太香了 听着这酥脆的声音 口水都流出来了 像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 饺子皮 沙漆码就做好了 口感酥脆 酸酸甜甜 吃起来 香脑的糊泥 里面加了点果干 风味也是非常独特 虽然是用油炸的 但一点都不会吸油 比外面买的沙漆码 还要好吃 这不马上快过年了吗 也可以当做孩子的小零食 或者是招待客人 也非常的不错 如果你家也有没吃完的饺子皮 那么就赶紧点赞收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